普京的一句话把芬兰总统吓得回国了 6月9号是俄罗斯彼得大帝诞辰350周年 多家媒体报道称 普京当天前往全俄展览中心 参观了彼得大帝诞辰350周年展览 还会见了多令遇年轻企业家和创业者 普京在讲话中提到了北方战争 说虽然彼得大帝与瑞典交过战 但他没有侵占而是收复 如今这样的事情落到了现在一代的身上 普京这样的表态吓坏了西方 比如英国媒体认为 普京正式把自己比作了彼得大帝 有媒体表示 普京吹嘘在瑞典开垢土地的说法 对欧洲安全构成了令人不寒而栗的新威胁 与此同时据俄罗斯媒体称 正在奥兰群岛紧急访问的芬兰总统 邵利·尼尼斯托取消了与瑞典国王 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的晚宴 城池征集回国 另外瑞典国王与王后希尔维亚 本来计划在奥兰群岛停留并出席 庆祝该岛自治百年的晚间音乐会 但却在演出中中途离席 彼得大帝是后世对彼得一世的尊称 他是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第五位沙皇 俄罗斯帝国首位皇帝 也是俄罗斯历史上仅有的两位大帝之一 18世纪初为了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 彼得一世全面学习西方改革 建立起近代工业和强大军队 并同当时称霸欧洲的强国瑞典宣战 战争的结果就是 北方战争结束 俄国从此称霸波罗的海 瑞典逐步衰退 就是因为这段历史背景 普京的言论就被西方解读为是 对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和立陶宛 等波罗的海国家的隐晦威胁 虽然瑞典消息人士对国王的离开 进行了淡化处理 解释说离开时间是预先计划好的 但是据媒体披露 按照计划 他们本应该留下来参加晚宴至结束